所以,可是我今年,我是想要幫他出一首 他的翻唱啦 然後今年,會有一個非常大的驚喜 關於我的生意啦 我的目標是要買一套房子 我看的那套應該是 我希望今年可以賺 六百萬吧 哈嘍,大家好,我是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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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屁 哈嘍,大家好,我是莫娜 歡迎回到Opin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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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我的朋友們,記得要 記得要 叮咚叮咚 新年快樂 二十二三年了 耶 三十一歲了 二十... 二十四 好意思講 大家自己知道啦 所以今天 我們要拍一些就是關於 二十二三年的一些 小目標或者是一些問題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畢竟新的一年嘛 對 就是新的開始 新的開始叫做 新的戀情 對 對啊,我們的感情就要 加一個新的戀情 對不對 來,所以我們就 把我們的問題 就交給我們幕後 然後我們完全不知道 所以現在馬上來進行第一題 2022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哇,很多耶 哈哈 沒有耶 你沒有咩 沒有啊 有啊,你成功完美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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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嗯 沒有 沒有啊 真的沒有 跟嫌疑沒有分別 做人如果沒有夢想 又下去又有什麼分別啊 我現在對生活就是那種 無憂無慮 不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態 就已經附入了老年 什麼都沒有興趣 沒有啊,我三十多 所以我還是很多很多都沒有興趣 怎麼 怎麼 蛤 OK,我就講我啦 對於我的話 我覺得最成就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買了我的夢想車 蛤,這個是對於我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然後也完成到了 所以是非常的開心 去年訂下的 賺錢的餘額的目標也達成了 所以還不錯 我去年訂多少錢我忘記了 蛤 我的目標還蠻明確的 就是都 它都有實現到 然後 這個鮮魚夢為什麼 他拍這個影片的目的 是要不能打達事 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 這個是我們問的問題 有人來懂我們會問這個 OK,Next 2023年 Chauz會求婚嗎 我一定講不會的 不然的話他難以為有驚喜 是不是 可是因為最主要是 這一次我們很大機會 現在你們看這支影片 我是在中國 可是我們第一次回去 我們有商量過就是 不提這個東西先 是嗎 然後是可能等第二次回去 可能是等到三月 今年的三月四月回去 就是正式的 跟他家人講好 我們要結婚之類的 然後求婚這件事情 就是 不可以更在這裡公布 因為這是一個驚喜 好吧 像你呢 你想今年求婚嗎 我跟誰求婚 你想你今年被求婚嗎 都可以啊 哇,他隨便啦 他隨便啦 他現在講了 等一下就問我 真的嗎 2023年會有打算 更大的房子嗎 應該不會 今天應該不會 是嗎 你問我啊 那你啊 應該是不會啦 今天 因為這間屋子其實 我們住到還不錯的 就是為我們的事業方面 還是蠻不錯的 只是可能感情方面 會好像有一點不順在這裡 可是 我們已經請了奉水師 來調整過了 不錯啊 最近感情 不是空水的問題 是什麼感情問題啊 人的問題 就是 每個人有一個性格在那邊 就是我們要去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都要去磨合 講到我們現在 我們兩個人70多歲也好 我們還是要磨合 某些事情 因為兩個人在一起 是要磨合一輩子的 不可能講 我們完美的感情 沒有 這個只有電視劇才有 接下來是對莫娜的問題 哎唷 2023年2月5號過後 莫娜會開始健身嗎 請看VCR 就是我這時候開始 堅持健身 不要很辣 所以你是講2月5號過後 對 這個是你有講過2月5號過後才健身 以前會比較想要健身 現在就覺得少吃一點吧 沒有用啊 你是講了一隻 你的體重一直在增加 我現在少吃沒有啊 我現在少吃一點 就沒有再繼續胖 就不會啊 我現在不胖啊 每個人都講我 這人很瘦啊 沒有啊 某一人是不會覺得你胖 還是你們覺得他胖嗎 我覺得胖 對 你是胖在肚子而已啊 給他看一下你的肚子 沒有啦 所以你是不會健身了 這樣你錢了要一年耶 我就會有問他 你會推錢 還可能 還可能 我就有時間就盡量去吧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個人陪著 沒有人陪的話 自己去健身就 有啊 那個教練陪著你啊 我的意思是 情侶 我都不需要 我原來沒有講過我要健身 我就還好 健康啊 為了健康啊 我健康啊 每天抽菸好也喝酒 我每天很多動作 很多skills 也是在做這個動作 好吧 2023年為什麼沒有心靈的 哦 這個本來會有新年歌的 只是因為 沒有廣告 我的天哪 廣告沒有 就是有贊助新年歌 只是因為我覺得 那首歌不是很適合我 然後 因為娛樂行者這個節目 也耽誤我蠻多時間的 因為拍完了 講真的我那時候 一講我拍完了 我就整個到明年 我才開始認真去做一件事情 因為他吃了我太多時間了 所以我有點累在那一方面的東西 可是你耶 那我 我一直都沒有講我要出的歌啊 就是講 你有沒有想過要出歌 沒有 沒有啊 我現在就想要好好過好我的日子 你不是講你要出那個翻唱嗎 那個是年輕的時候 對什麼都比較有熱情 現在沒有了 我現在已經要退秀了 這樣你 讓你的觀眾全部沒有期待 我會拍VLOG啦 VLOG是YouTuber裡面 最懶做的一件事情 是嗎 所以啊 可是我的生活跟你的生活不一樣 你現在生活很多 多是多才 他都是演出來的 他沒有了 他就是特地安排 演更多的是鄭丘寶 他就是一個非常假的 所以 可是我今年 我是想要幫他出一首 他的翻唱 其實 不懂還要不要 不要 我不要了 為什麼 我不想要唱 你不想要唱歌啊 你怕被請上台 然後你唱歌唱不準 哦 可是不懂啊 這個東西我們會再三逃一下 看今年會不會出一首歌 OK 23年 大年 大年 哦 那很可能 你們真的很看得起我耶 我今年不會買物資和買車 車不一定啦 看我那個 我寶寶賣了 看怎樣 可是多數是不會買 因為我也沒有駕 其實很浪費 所以講真的現在 如果你們在這裡看到影片 要買我的車的話 你們可以PM我 或者是email給我 因為講真的是放在那邊很浪費 所以我不想要再 買多一輛 就三輛車 然後完全不駕 然後放在那邊 丁摩托也是這樣 他的小綿娘也是這樣 他每次朋友來炫耀一下 不然你問我 你跟我講可以駕去哪裡 這樣是你小區啊 都是在小區駕 對啊 我就在那裡駕啊 你駕買來啊 你要駕三次吧 不會買車 OK 除非有人送我啊 2023年生意上會有什麼發展 哦 今年的投資 我今年會比較focus在投資方面 然後 可能很多人會知道 Lightbar已經沒有開了 原因其實是因為 我們已經開了第四年 因為有兩年多是MCO 講真的 我們的裝修全部東西都已經是很up 對 如果你要再開回的話 就一定要大裝修過 可是如果大裝修過 在同一個地點 我們會認為很浪費 所以我們就 不會繼續開在那邊 可是我已經有投資一間 是在Subank啊 到時候會公佈 然後今年 會有一個非常大的驚喜 關於我的生意啦 這個也暫時不能講先 所以你們就 繼續留意我們的IG 還有我的頻道 我會公佈這個非常grand的 非常grand的一個生意啊 你那邊呢 有什麼投資想法嗎 今天 你完全沒有目標 我覺得這一集是問正秋寶寶 哇 他一來都沒有想要做生意 可是很難講 可能你朋友今天 我有想要做生意 但是我還不知道要做什麼生意 對 你們可以給Mona一點意見 可能我的朋友過來 會跟他一起做一點東西 或者是你們有什麼好的planning 你們可以 來 有什麼好的idea 因為他不做management 他也不做管理 他只是想有一個生意 你不要投錢 哇 有錢人 講話通常都是講 OK 因為也有可能他朋友會過來啦 所以就 也有一個很大的驚喜 然後朋友過來的話 他們可能今年會有很多的花花 之類的 2023年 會有什麼目標 你一定要講幾個出來 我目標就是身體健康 然後開開心性的就好了 哇 你現在很40、50歲的那個 是耶 我真的沒有什麼 不可以咧 不可以這樣咧 at least你40歲的時候 才講這樣的東西吧 嗯 目標就是可能 好好工作咯 然後 盡量的去想一下 可以做什麼 經商什麼 方面的東西吧 就不要一直在 做網絡方面 哇 你就不想叫你網絡啊 看不起網絡啊 是嗎 你有病啊 OK 我問他吧 你希望你今天可以賺多少錢 很直接的一個問題 一百萬吧 一百萬 你都有啦 你講今年嘛 OK啦一百萬 OK啦 對於他的想法 OK 我覺得不難啦 對他的講的話 然後 我的話 我是希望今年 我去年講到賺多少錢 七位數 一百萬 我希望今年 可以賺六百萬吧 嗯 我覺得這個問題 等一下人家以為 我們怎麼做的 沒有 不是 其實我也是沒有達成的嘛 我去年講的話 好像我去年還在講一百萬 一百萬的話 因為我有生意 還有我有在做網 還有做其他的生意 所以我達成這個目標 是因為有去努力 如果我在那邊躺著什麼東西都不做 其實也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我只是想要set高一點目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已經過三十歲了 我已經三十一歲了 我其實對我來講 我只剩九年的時間 所以在我的人生的目標當中 因為我希望我 自十歲過後 我是不需要做到這樣很heavy的工作 就是可能不用到很二十小時都要去翻東西這樣 我希望就賺到我的目標的那個錢了過後 我就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可是工還是要到做 可是是比較輕鬆一點嘛 未來的物質 物價物質 什麼東西在馬來西亞會願意搞 然後我們工錢永遠 或者我們賺的錢永遠都是很難是平衡的 哦我知道我的目標了 我忘記了 我的目標 我的目標是要買一套房子 哦 在國內 對 在成都 太貴了那個 我都不敢想 可是OK 可是OK 多少錢 我看的那套應該是 八九百萬吧 可是首付它是 他們那邊比較高一點 一半嗎 一半 就你要知道大家要付的是 三四百萬的首付人民幣啊 是不錯的一個目標 不錯 我就奔著這個目標去咯 對 然後對我來講就是 剛才這樣就解釋了嘛 第二個就是 你的目標 然後從頭到尾就是賺錢啊 就這樣咯 然後我是第二個目標 可能是希望 我的那個驚喜的 不是驚喜啊 我那個Grant的比較大的那個 出來了過後 希望就一泡而紅 這間店啊 就是希望它一泡而紅 一泡而紅 然後就是 可以帶動整個KL 真的可以多一點外國人來 那種感覺啦 希望啦 你還有嗎 沒有啊 我沒有啦 Youtube方面的話 我希望現在 可以過一個四百千就好 但是說去年我講要一百萬 你懂為什麼嗎 其實因為現在Youtube的那個 訂閱者 或者是任何的平台 訂閱者有點 不像以前這樣 就是有點難 可能也是因為 馬來西亞人也沒有很 看馬來西亞的東西 所以 沒有現在大多數人都是看 抖音跟 對 對 可是我也是希望大家 就是多多的回來 看這些東西 因為畢竟就是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 網紅藝人也好 也需要本地的人 還可以活下去 還可以繼續的做下去 不一定你們支持我們 我們會讓我們 我們賺很多錢 是什麼東西 不一定 是win-win situation 為什麼呢 每個地方都需要有 有這些 宣傳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很多外國的品牌 才會進來 你的國家 然後你才會 得到更多的工作 或者是你兩個 更多的投資 到最後來還是很需要本地 我們的馬來西亞支持 會馬來西亞人 所以 喜歡這樣啊 然後就是講我們 也不要一直 去罵吧 我覺得 很多我們的同行都被罵 可是我就覺得 你也沒有做到很過分的事情 如果很過分的事情 罵我們 你也是跟著罵的 可是如果也沒有很過分的東西 或者是你還能接受 或者是你覺得他需要進步的話 你可以給他意見 他們都會看的 其實肯定的東西 這個東西 我很保證 不會驕傲不會高傲的東西 都會去看你們的意見 有什麼想要對本事們講嗎 支持啊你講究 謝謝你們 OK啦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2023年的一些 他們給我們的一些問題 和我們回想一下我們2022年的東西 還有就是我們set下來的新目標啦 我是一個很現實的人啦 就是 也不是啦大家都是很現實啦 就是想要賺錢吧 然後他現在是比較想要身體健康 然後剛好有想到那個目標 就是物質方面的東西 然後你兩階或一方面的東西 就是等我們接下來 就關注我們 你們就知道了 就是這些東西 不可以一次過報名的問題 對不對 要留一點神秘感 對不對 好啦我們就結束到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 歡迎回到我的影片 如果你們有 頻道頻道 怎樣講啊 歡迎回到頻道 歡迎回到 欸 我這次很久沒有開拓啊 我這樣開拓啊 歡迎回到我明天喔 如果還沒有製作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訂閱我們訂閱 快點 快點